香港在反送中入洞 跟港版国安法的夹击下 不少香港人动念移民来台 也记着把孩子送到台湾就学 远离纷扰 但目前港澳省必须依外国学生 来台就学办法规定 达就学年龄且持有台湾合法居留身份 才可以申请分发入学 如果想读高中普通课的话 也只能申请华侨学校 等于能选的学校也不多 而且港澳省们也得按照 香港澳门居民来台就学办法规定 提供学历证明成绩单 居留证还有护照等文件 经过一层一层的关卡 最后才能到台湾念书 为了帮助港澳省 教育部决定开小门 在近期准备修正 香港澳门居民来台就学办法 打算向下招揽中小学的港澳省 让他们申请就读国内高中以下的学校 同时也开放普通高中招收港澳省 修法之后呢 就算是不具备拘留证 还有父母不在台湾的港澳学生 都可以来台就学 哎话说回来 这次修法虽然免除了几项申请资料 但如果港澳省想申请专科 和高中以下学校 还是得减负财力证明 还有在台监护人的文件 财力证明可能不难 但监护人难找 担心港澳省找不到监护人 教育部也开放校长 学校财团法轮董事长董事 担任港澳省的监护人 但美人最多只能担任五位港澳省的监护人 不包含直系写亲在内 根据教育部资料显示 108学年度在台读书的港澳学生 高中以下的部分 港生有148人 澳省19人 这些学生都持有在台居留证 父母大多也已移民台湾 或是在台工作 不过升学资讯平台大学问 执行长魏嘉惠认为 目前港澳人士 申请移民来台的门槛并不高 造成申请建树报表 反而让港澳人士卡关不能来台 如果这次修法成功的话 对港澳生家庭来说 就像是一场吉时鱼 让父母先把小孩送到台湾安定 算是替他们在反送中的笼罩下 开了另一道门 不过部分排在前端的明星高中 都认为教育部修法的方向 根本诱因不足 司令严平中学校长张翰庸认为 港澳生年纪还小 就一个人跨海来台读书 连能不能独立生活都是个问题 呼吁教育部修法应该要想远一点 不是学生人来了就好 以前没有开放 不会知道什么问题 但这些因为他的习制 不像大学生那么成熟 会通到群聚管理啊什么 生活演出群聚等等 这个都是你现在没有办法预设的 政府可能要面移 属于去配刀做事要注意 教育部国际司科长赖信任则表示 到时候修法通过 只要学校有招生意愿 报给主管机关核定后 不管是私立国立或是市立高中等学校 都可以招染港澳生来台读书 至于招生名额的部分 则会由主管机关来控管 预计会采外加名额方式 让港澳生入学不会影响到本国学生的权益 但赖信任透露目前法案仍在预告期 会预告修正到今年2月22日 如果外界有意见或修正建议 都可以在期限内陈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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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